哲托嗚... 哲托嗚... 卡拉 哩啦哩啦 哲托嗚... 小眼之夜 好 在演藝圈 曾經流行誚一句話 在演藝圈沒有正好秀 只有還要秀 所以呢 當然我們不鼓勵人變成紙片人 但是很容易呢 也就是受到了不該受的時候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就是說 其實瘦呢 也只有一個極限 就是說 妳知道嗎 今天 通常我們都是 請胖的來解說要怎麼說 今天我們要請瘦的來解說 然後怎麼不會胖 這話題有人聽嗎 大家會生氣 大家看都會生氣 大家看都會生氣 對 但是還好在電視機前面 你看到他們都比 他們正常的還胖一點點 對 所以呢 現場呢 我們有邱醫師 你好 邱醫師 以你的標準看這四位 是夠瘦了嗎 其實他們在健康的標準來說 都太瘦了 對 都太瘦了 因為 但是美的標準 跟健康的標準有點不一樣 對吧 對啊 美的標準真的是 比較嚴重的 美的標準真的是 沒有情理啦 對不對 沒有極限 沒有極限 但是呢 我想邱醫師也就告訴你 其實瘦 我記得邱醫師講過了 其實胖的人怕三高嘛 對不對 瘦的人更怕三高 沒錯 因為胖的人 你有三高 高脂肪啦 高膽固產啊 高血壓什麼 那你還就減肥 對 減肥就會改善 那你瘦了 你有三高的時候 怎麼辦 對 怎麼辦 瘦了嗎 瘦了嗎 沒有...沒有方法 沒有方法 沒有方法 各位 請注意 所以你年紀大了太瘦很危險 我再跟我自己講 太高興我不是很強嗎 我太高興了 太高興了 現代人常追求越瘦越好 但究竟太瘦 會有哪些不良影響呢 今天的精彩內容 您不能錯過喔 胖有胖的問題 瘦也有瘦的問題 現在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我們這幾位來賓 立文小姐 大家好 今天有胖... 胖瘦跟高癌有關係對不對 比例的問題 立文多高 165 165 那妳的體重是 現在是4546跑來跑去 4546 有努力好一點 妳是努力要胖還是要瘦 因為我以前43 所以就是開始瘦 16543 是真的瘦 對 你憑什麼瘦 這樣瘦人家不好看 對... 其實那樣她除了這個 體重不夠以外 更主要是體脂肪對不對 對 會偏低 體脂肪是多少 20.4 20.4啊 好低喔 我沒有概念就是 體脂肪 體脂肪的話是50 正常體脂肪是30 30 女生是30 對 不能低於25 低25就太少了 20.4 是不是運動員才有這麼低的體脂肪 很多那種的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這種 對... 等一下 妳的肌肉率不小 有30 因為我有... 我應該有一點吧 肌肉率其實女生是不要 妳有耶 對 因為我有在打 在運動什麼的 等一下 其實正常的肌肉率 女生其實只要25 對 25 26就OK了 是喔 對...那太多就變得有點... 相對於妳的身體來說 就肌肉太大 太多 那這樣的話變成第一個 不柔美 這第一個 外觀上來講就是線條 比較好像肌肉線條 對吧 那第二個呢 因為肌肉本身是幫助我們 燃燒熱量 對吧 對 那妳這樣就胖不起來 對 妳肌肉太多了 妳吃起來熱量會超高 那菜底應該是那個肌肉率超高 一定的 對... 妳也很高啊 我以為數點九啊 妳是在場最高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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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筋肉人吧 妳應該這樣子就可以把我看起來了 不是建美小姐嗎 妳建美小姐啊 妳是三四連九耶 妳建美好高喔 天啊 怎麼辦 妳跟我比碗力妳應該會贏喔 對 我有點不開心耶 今天來送這個 對 好 我們來看肌肉 肌肉算我們今天最正常的 對 170 49 因為我最近有一直在增肥 一直吃... 妳前一陣子更低對不對 我之前瘦到46 然後我現在一直維除... 維除... 今天要維持到50 50還可以 但是她的這個體脂肪多少 23.5 對 稍微好一點對不對 稍微好一點 對 但是肌肉率也太高 31.6 對 因為我 變動量很大耶 是這個款式嗎 但是妳是裡面內臟脂肪最多的 YA 就是最健常的樣子嗎 對 基本上 內臟脂肪是建議大概在 在維持5到10之間 5到10 妳還是不夠 對 妳只有2 她是3 周明景 妳只有1耶 她太冷了 我覺得我的數字組合非常奇怪耶 對啊 妳的肌肉率最高 妳體脂肪只有13.3 然後我又有非常多的肌肉 但是肌肉率也只有3 4.9 妳的肺膀沒有兩塊肌肉這樣 而且有奇怪我 妳有運動嗎 不運動的 這個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明景 我請問一下 妳剛剛量之前喔 兩個小時之內有沒有什麼 就是比較沒有喝水 或者是早餐時間比較少 我剛剛主持完一場記者會之後 去吃了甜點 吃了一整塊的那個可麗餅 好 我們知道喔 這個量體脂的時候 兩個小時之內盡量不要吃東西 為什麼 因為水分會干擾 我們體脂肪率的那個數據 它干擾了還才13.3 它不干擾不更慘 你還沒有吃的可麗餅更慘了吧 就是會有一點誤差 對 就是這個願意 對 妳周明景 160公...41公斤耶 剛才的糧食是2 那是可麗餅嗎 對 是因為可麗餅嗎 有可能 好 今天唯一一個男生 阿本 一定不是很希望 來參加這一集嗎 對... 剛我看到我的體脂肪 好像高網生的數據 為什麼 再長最低的 他是最長好熟 女生快救我 不管男女... 男應該都比女人高對不對 男的正常體脂肪是25 但是阿本只有11 這應該是一個 另外14跑去哪了 男生的脂肪 本來就會比女生少一點 這是正常的 那阿本 我不知道妳有沒有在運動 他一定有啊 他應該沒有耶 他肌肉率有43.7耶 我平常滿喜歡做家事的 做勞工的 對啊...其實都是有活動嘛 有活動... 對...所以肌肉會稍微多一點這樣 所以阿本172公分 57公斤對不對 對 全裸的時候量是57 好可憐喔 而且很在意耶 為了要上這個節目 我想說到底是幾公斤 我就全裸量量看 然後再穿上衣服量量看 而且應該是早上 就把那個該排的全部都排這樣 來 請坐... 是這麼...像這樣子的瘦喔 有種人是天生的嘛 有的人是因為感情受傷啦 心情不好 真的啦 我是被嚇到啦 你是被嚇到 對 因為之前就有一段感情 相當不愉快 然後就對方就是來家裡 每天都會鬧 然後結果還鬧到就是 我朋友幫我報警 那真的是焦慮喔 對 我那時候最瘦就是瘦到46公斤 屁股啊 胸部啊 什麼都不見了 就真的很像那個小孩子的身材 然後很瘦...就很乾扁 然後就很像一個筷子上面插一個公斤 對 其實來我節目 我發現我看的最瘦的 應該是... 她好瘦喔 好瘦 那個衣服 怎麼好像 後面的衣服跟前面的衣服 是貼在一起的 妳知道嗎 好瘦 好瘦 Hibi也很瘦... 其實今天你們都... 因為都故意穿一些 寬鬆的衣服 寬鬆的衣服是 寬鬆的衣服是 對 其實今天你們都... 因為都故意穿一些喔 寬鬆的衣服 寬鬆的衣服是 瘦的人跟胖的人都要穿的 對不對 像妳那個時候瘦 會有一些不良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那時候也沒有... 自己沒有發現自己變那麼瘦 然後後來周圍很多朋友 然後可能工作的時候 康哥就跟我講說 妳可以不要再瘦下去了嗎 妳這樣好可怕 然後我自己醒過來 是因為我有一天就突然 工作完回家 我就覺得我這邊好痛... 然後我就睡一下 就醒來我就完全沒辦法動 就去醫院掛急診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妳...就是妳已經血尿很久了 然後又發高燒 妳要住院 要不然妳會死 我就蛤 我就開始一直大哭 就說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那個... 那時候剛好那個結束 我以為是沒有清淡菌什麼的 對 然後就說因為妳可能 因為內分泌失調啊 然後妳整個急性腎癮腎炎很嚴重 已經到...就是還滿危機的 而且我之前... 而且我那時候很胖耶 就我本來是大概52公斤 我瘦了...6公斤 所以急速的瘦是最不好的 在兩個禮拜內 身體免疫力整個下降嘛 像我舉例來說好了 你們女孩子常喝憋尿對不對 對 那憋尿如果你免疫力正常的時候 可能過一會兒去尿一下 喝個水就好了 可是像妳的狀況就說 妳當時免疫力是下降的 所以也許當時妳 平常憋尿沒事啊 結果這時候一憋尿怎麼樣 尿到尿路感染 繼續劇的感染 對 就會變成腎症發育 對 而且這個是連續性囉 因為就後來醫生就說 我真的就是每天要喝 非常非常多的水 因為我一個月內有一次 也是因為工作 就沒有喝什麼水 然後我又復發 所以就真的要很小心 其實我覺得心情不好 真的是很重 對不對 心情不好是最容易瘦的 對不對 看起來我就是心情還算不足 所以小燕姐 人家講說減肥的方法裡面 有一個方法 就是讓自己保持緊張 如果你在打球 運動的過程當中 來一點小小的競爭 來一點小小的賭注 對 打一球多少錢 對... 這種增加一點緊張度的時候 他燃燒量會比沒有那種競爭 更高 對... 所以男女朋友在吵架的時候 也是消耗體力的人 對 也是這樣子的 對 因為你當你一緊張的時候 你膠感神經就會分泌嘛 腎上腺素就上來 那它本身就是燃燒脂肪 最好的東西 對... 幸福肥就沒有養肥 對... 什麼叫做幸福肥 對... 那立玉文妳是為什麼瘦呢 我好像一直以來都瘦 因為我媽媽也是瘦的 我爸爸也是瘦的 所以就有點是體質 等一下 父母瘦的 兒女都會瘦嗎 對...體質是會遺傳 大部分是這樣 對...肥胖也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我就是有因為 以前太瘦 就是可能整個人生 就是已經不一樣了 要不然的話妳就當空姐對不對 真的...是真的 好嚴重 妳去...妳去考空姐 會因為太瘦不要嗎 會嗎 我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大學畢業 我就是想要當空姐 那時候就覺得 就是覺得好棒喔 我想當空姐 所以妳那時候是最瘦的時候 那時候43 就是4 2 4 3有走 有走 對 很多小學生的體重 對 就是臉很凹 然後骨頭很明顯的那種 人家很怕妳那個餐牌 拿過去的時候就拿不動 對不對 對...我覺得是這個原因 但是因為我覺得 考空姐其實還滿難的耶 就是妳要先就是筆試 面試 然後整個都過了之後才過 然後呢 我就是想要考空姐 我就在家寄了 就是自己的履歷嘛 等於他們第一關要先審核過 妳OK才通知妳來 那我被審核過了 我到現場 然後要經過 妳要先經過筆試 筆試完了才能口試 就是過的人在口試 就是一關一關刷 筆試看不出體重啦 對 然後大家都是現場等嘛 然後筆試過了想說 再來剩下口試了 結果口試 英文對話想說 過了 想說穩了... 因為我記得是我爸媽 就載我到桃園 就是機場附近考 然後就想說還應該OK 結果後來下一關就是剩下 一點點的人 然後去量身高體重 就是最後的 最後再檢查 結果量出來就看那個貼出來 放榜 怎麼會沒有我 因為我明明就是 我那時候是165 然後其實我寫43 但當時我是42 然後呢 量出來之後 就是沒有我的名字 那妳確定這是為了體重嗎 就是因為看起來 因為妳就是空姐 要幫忙拿行李到上面 就是要很會就是做 例那種感覺 但是因為我看起來就是感覺 好像手會斷掉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 幫他們把行李放好 所以就是被... 那也是對的啦 我覺得這也是對的 我真的因為有一個空姐 她不幫我放行李 我就很生氣回去寫那個 告動了 投訴 可是我可以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了 可是她為什麼不幫妳放呢 我不知道 她可能看我大包小包 然後就圓圓就覺得 我跟我媽拿的東西都很重 所以看到我們走過來 她們就從旁邊走過去 我超生氣的 沒有 她應該是看妳肌肉很多 所以應該是 我配自己來就想說 她哪有肌肉啦 對啊 這都OK... 可是妳要知道 在飛機上 我們是放不上去 我們是夠高喔 對 對 那就我怎麼放啊 然後可是我明明可以 我可以現場示範給她看 就是那種... 我真的可以 我覺得我可以 然後後來 因為那時候我同學就說 不然下次乾脆扛沙包比賽好了 妳可能就是 就是證明給她們看 證明記有體力 對...但是就是覺得很失望 後來就...就是沒有在當口 對 夢睡 走另外一條路 這真的是會...會不一樣的 對不對 但基俊妳 年輕的時候沒有那麼瘦嘛 對不對 我其實也是家裡遺傳有點關係 我媽媽爸爸其實也都是瘦的 然後是有一陣子 就是那時候覺得太不健康了 所以我就一直吃... 我可以一個禮拜吃到 三桶大罐的冰淇淋 我覺得講這種話都令人痛 對... 我那時候真的有變胖一些 有... 才變胖一些 對... 坐坐 坐坐在那邊 這種應該算是從小住妳啊 最討厭就是帶大家吃飯的時候 有一個人就說 是怎樣嗎 還要再點燙嗎 我有...好啦 對 我們吃那種吃兩片沙拉的葉子 是說吃飽囉 可是吃不胖也很可憐 我都一直被血 對 吃兩片沙拉葉子 就說吃飽的人也很討厭對不對 真的 對不對 你們都不要點了我都不吃 自己也很討厭 但是吃什麼我都...不會胖 通常這東西我吃的 沒有... 沒有... 但是這個有的時候真的是 吸收跟不吸收對不對 對... 好的方便講就是說 你們是那種有口福的人對不對 怎麼吃都不會胖 但是說實在 現在的社會不是這樣的 現在真的 你們這種體質是很難得的 妳知道嗎 對不對 很多人都容易胖了嘛 吃一點點他就發胖 我記得以前 我媽媽的朋友 就是在那個時候 我愛很小的時候 他就在每天都跟我媽媽講 奇怪啊 我只是番茄也會胖 喝血也會胖 真的很胖喔 來 你知道嗎 這樣會胖 因為我就在想嘛 我到他那個年齡 會不會那麼胖 他真的是很胖 但他真的是吃得不多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們醫學上 就研究發現說 其實最近這50年來 為什麼肥胖的人口 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古代人就比較少 其實他們就發現一個現象 你知道嗎 我們古代人沒有日光燈嘛 你到了晚上就睡覺嘛 對不對 那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嘛 那現代人不是啊 到了晚上還有燈光在照 都有夜間的活動一堆 是因為這樣子胖嗎 對 他們就發覺說 現代人喔 他們體內有一個叫退黑激素 就打開很減少 對 就沒有退黑激素了 你了解嗎 但退黑激素後來發現 現在跟人體裡面的新人代謝 是有關係的 要瞭解嗎 你退黑激素一旦下降 你新人代謝就開始下降了 這時候你吃一點熱量 就很容易發胖 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要胖 就是睡覺的時候 拿日光燈這樣照著自己 對 你要胖的話 就讓退黑激素怎麼樣 這樣退黑激素真的就會少 會因為你人會黑啦 除外出嘛 你照黑 對啊 所以這都是有關係的對不對 對 有關係的 你很早起嗎 我最近都大概7點就進床了 我最近都6 7點自己就會醒來了 晚上大概12點 11點 那這個睡眠是最好的 最標準的 你知道嗎 所以最不會發胖的睡 那如果是量3點可以嗎 因為現在發覺睡眠時間 如果落在6到8小時之間 是最不會發胖的 那... 你知道嗎 少於6小時 大過8小時的人都容易發胖 我都差不多睡了半小時 所以大於8小時也會發胖 也容易發胖 對... 因為新人代謝會亂掉 這樣我了解嗎 因為其實像我們睡眠大概 比如說1點鐘睡啊 大概6 7點鐘就會醒來 那有的時候再回去睡 再睡回龍覺 但他們說睡回龍覺的意義不大 對 基本上是比較不大 但是因為年紀大人總是這樣嘛 對不對 他怎麼樣 他躺著睡不著對不對 年紀大人 對 好受刺激 是真的喔 所以我們這種狀況就是要怎麼樣 從白天增加一點運動量來改善 對 因為妳白天有運動晚上睡眠就比較 睡到自己累一點啊 對... 白天千萬不要去睡很長的午睡 真的 我只要當天如果有去騎腳踏車的話 我那個晚上睡超好睡的 真的嗎 回去討下來就睡著了 對 明景是一直很瘦嗎 沒有 其實我剛剛在回想 我在播新聞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誇張 因為每個主播借來的衣服都很剛好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 背後是兩排黑色的大家子 人家都是我側面看起來 很像古代那種三倍級龍的那種人 因為妳是骨架也滿小的 對 其實我就是小個子 然後其實又瘦 可是我小時候其實不是很瘦的人 我一直都是chubby chubby 有點肉肉 豐潤豐潤的 那我就在想 我跟醫生講的是一樣 其實我一直處在高壓狀態 那時候播新聞的時候 每集都是Live的 然後如果還又是年輕人新手的話 真的會戰戰兢兢 那再到現在我的工作狀態 也是每天主持記者會 然後都是客戶花兩百萬 三百萬半的 你站在舞台上 你必須要有很高壓 控制住自己 講話要很流利 所以每天都在這種狀態之下 我真的是吃不胖耶 什麼 不要轉台 真的 不要轉台 再聽一下... 每天要吃鹹酥雞喔 對... 鹹酥雞 不瘦體質毛病多 讓周明敬更年期症狀提早的 去年都會有一大毛病之外 去年是開始全身過敏 就常常會發揚 像前年就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會就發熱 然後我就上網查一下 然後就說這是更年期的年期 我心想我才30歲而已 怎麼會更年期 這年就是一間差一症狀態 這也是更年期的一種 是嗎 也是嗎 有一點我在想可能有關係 是我不吃肉 就是因為我吃素 對 我吃素 妳吃素 對 可是素 等一下...我覺得不... 我看過太多吃素很都比較好 那個吃素不吃素跟牠那個胖瘦 是比較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那個什麼 陸地上最大的動物是吃素的 什麼 大象牙 對 對 對 反而是比較瘦嘛對不對 我不知道 因為牠們都站著吃 然後你說肉食性 牠們要練... 運動量比較大 對 運動量比較大 對 但是也的確是啦 我們要瘦喔 要蛋白質多吃一點 蛋白質 對 蛋白質 妳看 吃肉多吃一點 會比較容易瘦 而且我的確因為常常覺得緊張 然後就會...肚子就會咕嚕咕嚕嚕 腸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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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表示妳吃的東西 可能吸收率比較低嘛 對不對 沒有吸收熱量比較少進來 所以妳比較不會發胖 也是一個原因 對 肚子很快就一直想拉肚子 對 我幾乎吃完就想像這樣 真的嗎 我也是 幾乎所有會瘦的人 大概都有這個特徵 對 而且不見得都拉肚子 可是正常的也會 這個很困擾啊 這個很困擾 畢竟的不困人多好啊 因為你聽說人家順暢 是人生一大美事啊 真的 是不是 我常講一句話 上面能吃下面能拉對不對 晚上睡得著 這種人是最幸福的 真的 阿伯呢 你為什麼會瘦呢 我小時候身體就不是很好 然後就常常會生病啊 很容易感冒 那時候就變比較瘦 然後後來我媽就給我吃補 然後後來就越吃越吃 後來就胖到大概65吧 我就覺得是比較正常的那個 體重 但後來就進演藝圈之後 就要錄節目啊 然後又要穿女裝 那也搞笑啊 然後跳一些可愛的舞蹈什麼 反正就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後來我就覺得我好像會吃不下 我可能一整天我都完全沒有吃 然後晚上 準備要大吃的時候 已經沒有胃口了 就吃一點點 然後就在這幾年後來 到現在都大概維持大概57到58 你們知道代謝喔 我們講代謝 人的基本代謝裡面 最主要有四個器官 一個腦 一個心臟 還有一個肝臟跟腎臟 腦肝心腎嘛 對不對 這四個是人維持生命 最重要的器官 但是他們重量很小喔 大概只有6%的體重 可是他的代謝占了58%呢 代表說他燃燒的熱量 是你基礎代謝裡面的58% 一半以上 所以表示他需要很多熱量 那你瘦的人呢 你熱量很少對不對 那你的腦肝心腎 需要的熱量就不夠嘛 那像小燕姐剛剛講說 腦部啊 記憶力或者頭昏昏的 那就是你本身血糖不夠 我很容易就放空耶 我可能朋友大家在了解 放空是因為心情不好 不是...我就... 是嗎 我心情也太好耶 對啊 我心情就是腦就... 就會覺得昏昏 然後就是會自己在那邊呆掉 妳會放空嗎 好像會 而且我還會昏倒 昏倒 就是以前念書的時候啊 就是譬如說開學第一天 開學典禮 不是都就是上面校長支持 訓導主任支持 就是要很久 然後就站太久 而且沒有大太陽 沒有大...是陰天 明天你也昏倒啊 因為可能太久了吧 就是不知道 就暈暈暈暈 妳站著還是坐著 站著 對啊 那是血壓降低啦 血壓太低了 因為我剛剛講 心臟也需要那個代謝能量嘛 對不對 那妳心臟本身熱量一低之後 它收縮力變差了嘛 血壓就下降了 我現在真的檢查出心臟的問題 一年都會有一個大毛病出來 像前年就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會就發熱 然後就整個臉都是紅的 那我就上網查一下 發熱 潮紅 然後就說這是更年期的 更年期 正常我才30歲而已 怎麼會更年期正用 好像太瘦更年期會提早 真的喔 這也提太早了吧 然後我就趕快去看著 沒有 有沒有人青春期接更年期 直接跳過 直接跳過其他的 然後我就很緊張 會這樣好像才二十幾歲 更年期就來了 因為過瘦 那應該是整個內分泌失調了 對 然後我就趕快衝去看中醫師 然後中醫師我印象好深刻 然後他說 哇 你這身體很差 耳朵就開始幫我捏...說 這個我要扎好幾針才行 然後就開始去拿 然後扎...一個小小的耳朵 竟然可以流出一整罐那個 一整罐鐵罐的棉花吸的血 然後扎完之後 我整個耳朵腫了跟豬耳一樣 然後去年是開始全身過敏 就常常會發癢 然後今年又不舒服了 今年去身體檢查 以前沒有的 這個很危險 我就覺得好像是身體變瘦了 就一大堆毛病 對 心律不准 對 是嗎 也是喔 會喔 那根本就是跟年期嗎 對 會心悸 心悸 對 荒 曹紅啊 心悸啊 這種 還有倒汗啊 對 我那時候就會 對 歡迎你們早一點來到公園 歡迎來到公園 原來 但是瘦的人啊 真的瘦的人要跟很多人講 瘦的人很容易讓內分泌 就是荷爾蒙失調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知道 內分泌它本身就是蛋白質嘛 你知道荷爾蒙 酵素啊什麼 都是蛋白質 膽固醇 那你太瘦了 你本身營養熱量就少了嘛 它合成蛋白質跟這個 膽固醇的這個能力就下降 對不對 那你一下降以後 你荷爾蒙就失調 不正常 過低或怎麼樣的 那膽固醇也不夠 對不對 那整個代謝就溫暖掉 對不起喔 我記得我以前有個朋友 很瘦很瘦 但是他膽固醇很高耶 有 有這種人 對 是為什麼呢 膽固醇高 但是他身體瘦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代謝 膽固醇的能力有問題 對 當然你要先請示 你吃的食物的內容 如果你都愛吃那些海鮮啊 或者蛋黃啊 你們有沒有膽固醇高的 我應該沒有 我這樣過低 我膽固醇過高 妳是不是愛吃海鮮 尿酸也過高 因為我不吃肉身 你也過高 所以檢查之後我就很驚訝 妳好不健康喔 他尿酸過高 有可能是脂肅裡面 吃素會尿酸過高 是喔 然後就跟我說 不可以再吃蛤蜊啊 還有菇類都不可以吃 菇類都不能吃 菇類才會尿酸過高 因為他吃素只好 都一直吃那些東西 對啊 有啊 你有什麼高的嗎 我沒有特別檢查耶 你要去檢查 所以這樣有可能會尿酸過高的 其實是尿酸高組的 比較健康組的 可能都過低 血壓低 膽固醇也過低 血壓低 為什麼瘦的人會血壓低呢 因為血壓是靠心臟打血出去 然後血管要有一個張力 它才會維持一個血壓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你是太瘦了 你蛋白質本身就已經燃燒掉了 你知道我們身體燃燒熱量 第一個先燃燒我們的葡萄糖對不對 再來就燃燒脂肪嘛 所以我們不是講運動要燃燒糖分 然後要30分鐘你才能燃燒脂肪 對吧 但是因為你們瘦的話 你們身上糖分 脂肪已經很少了 那這時候一燃燒 燃燒什麼 燃燒蛋白質 對吧 那你蛋白質是被燃燒掉了 心臟 肌肉本身要合成蛋白質的力量 就不夠了嘛 所以你心臟縮縮力就會變弱囉 你知道那個減肥減到太離譜了 後來就心臟摔死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心臟摔緊嗎 你如果常常就是你 你講得好可怕 心臟功能不久 常常會覺得很累 走一點路就會喘 踏個樓梯也會喘 代表你心臟功能已經變差了 你知道嗎 我以為是太... 沒有運動才會走一下就喘 沒有 你如果是太瘦的話 有可能就是因為心臟收縮力變差了 這個就是心臟摔緊的初步症狀 是啊 我就走路去Seven 買個兩個布丁話就會喘 對 我又沒有那麼瘦 但我狀況是一樣的喔 對 因為我血壓也不高 我有的時候早上涼血壓會很接近 就比如說 兩個很接近 對 八十幾的六十幾 八十幾六十幾 那是天低的 我也是耶 可是早上會比較低 可是早... 可是早上是比較低沒有錯啊 對 但是八十幾六十幾 就太接近 太接近嘛 還是太接近嘛 我們講收縮壓九十左右喔 低於九十就已經快要 接近休克的那個血壓力 你知道嗎 對 看到了解嗎 可是我們每天都成千種 快要休克起來 我們已經沒有足夠的血 打出去攻你身體手續了 對啊 所以這時候你再動一下的時候 馬上就絕對會頭昏了 難怪 呼吸困難 就會有這種現象 對 八十幾六十幾 真的很不舒服 對 我常常有的時候很不舒服 我就躺下來 然後我說量一下我的血壓 就是很接近 對... 對... 演戲的時候我幹嘛 看起來很苦 我媽就說好 你去打一下 看起來比較舞伴 我就打那個 他們說叫淚溝 所以這樣 然後就醒來就... 結果她就流到下面去 然後我還有打過臉頰 因為我喜歡側睡 然後我就側睡完起來 好側天就變醬汁 對啊 什麼意思 對啊 對啊 哪一家 好 我們在研究那是什麼 但是小燕姐 其實我們有年紀的人 其實血壓不要太高 低一點反而比較 真的嗎 對... 可是低血壓也一樣有危險啊 對 太低不好對不對 我們盡量維持在正常值 但是就是說小燕姐 你這樣的血壓的時候 如果沒有什麼症狀 你不要太緊張 了解這意思嗎 我講說太低會面臨休克的這個危險 是說你低到已經覺得身體 打出去的血不夠你身體所需了 頭...腦部的葡萄糖 氧氣都不夠了對不對 四肢沒有力量了 這個就是危險 如果說沒有什麼症狀 那個低血壓有時候反而是 比較健康的現象 對... 好喔 對... 好險 我低血壓應該也不高吧 我低血壓 然後因為我最近就常常 我每一次的心跳我都感覺得到 而且會覺得偶爾多一下 而少一下 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你好像 他聽我的心音 的確是少跳一下 他就叫我帶24小時的監視器 然後不舒服就按一下 結果檢查出來他說 你的確是有心率不準 叫做 就是會少一拍 跳一拍掉 然後我現在就要吃 所以唱歌可能合不到拍子 少一拍 然後他跟我講一個原理 我覺得還滿有道理 他說就是因為你低血壓 然後你的心臟希望 可以跟上你的腳步 讓你的血壓快一點 所以你的心臟就一直跳... 跳很快 然後就造成現在這樣子 他是重症耶 他是重症 現在我們這裡頭找出 比較重症的原因 所以這樣子應該是不能運動 運動 跑步那類的 可是我沒有運動啊 他完全沒運動啊 可是他的... 你會...他這種可以運動嗎 其實是可以啦 心率不準有很多原因 很多種發作的位置不一樣 像他是心室早期收縮 有的是心房的問題 心室的問題 都有可能 對吧 但是心率不準 不一定會有症狀喔 先講清楚 很多人他有時候心臟會停止 或者多跳一下 但是他不一定會有 不知道嘛 對 他自己不知道啊 他不會有什麼症狀 但一旦出現症狀的時候 比如說你血壓已經降低了 對 你怎麼知道他在... 對 對 你平常不會一直這樣摸著他 我都感覺得到 我感覺不到啊 只是有的時候會學心氣跳很快 我只有在甲狀腺 過高的時候 那我會覺得說 我的心好像快跳到這裡來了 那個時候就是說 你其實一分鐘應該是72下 對不對 那我那時候大概是90幾下 對 到100多 對 就是無緣故也沒有慢跑啊 什麼的訓練 我覺得你要坐過來啦 對啊 要正確 沒有 你也是 你也差不多 我也想 我只是還沒有檢查 100多好快 一般我們喔 心跳的話 大概120以上 就開始會有一些不舒服了 對 然後呢 超過150以上就表示 打出去的血量已經不夠了 你想想看嘛 心臟這樣瘦瘦一下... 打出去大概70cc的血液對不對 100...150 已經很難呼吸了吧 對 然後因為太快了 對啊 你已經覺得很不舒服了 對 所以我不愛運動 因為我覺得 已經在運動了 胖瘦 他腿瘦瘦這個樣子 他腿瘦瘦瘦 但是你控制好你的假裝線 就不會有問題 這就真的差很多喔 其實阿本你... 你會想要胖嗎 不會吧 會耶 我會想要胖一點 我之前就是因為臉頰太瘦 然後很容易演戲的時候 我幹嘛要看起來很苦 對 我也是 就是這邊太凹 然後這邊很凹 然後我就那一天 又看到一個廣告招牌 就這樣 好像看到上帝這樣 有畫 就有一個光環 然後他寫玻尿酸... 就有人說打進去的時候 會看起來就很健康 然後我媽就說 好 你去打 那看起來比較五斑 你有打過嗎 後來我就去打了 然後打環子 對 我就打那個他們說叫淚溝 淚溝 然後我打完之後想說 好棒 我打了第一天 就覺得好像飽飽這樣 就可以睡覺 然後就醒來就 結果他就流到下面去了 他就... 因為他其實是會往 那個凹樹的地方流 所以他就流成... 流成這樣子一條在這裡 好可怕 然後就變成大淚溝這樣 真的假的 這位我可以解釋一下 對 你們知道淚溝是表示 你知道我們有... 老了會有三八文 你們有聽過吧 有 對嘛 就是淚溝一個紋 法令一個紋 再來木猴一個紋嘛 對不對 那他講的是淚溝嘛 對不對 但是淚溝你知道嗎 在打淚溝的玻尿酸的時候 要打深 因為以前的技術 不知道要打深 都把它打在淺層的地方 打在淺層的地方 打在淺層的地方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剛打完的時候 好像還不錯 但是問題我們眼睛不是會眨嗎 眼睛一眨一眨的時候 那個我們叫環狀的肌肉 它會收縮 你如果打在淺層 它一直收縮 收縮以後就把它壓成一條 這樣到解嗎 對啊 所以你到了第二天啦 你就鼓起來 像一個毛毛草在那邊 而且它還有一點 像血管破裂還什麼 所以我後來的右眼就黑青 然後就變成更深 因為幫他做了一個假的陰影 對... 那陣子就很恐怖了 然後我去拍戲的時候 就很尷尬 你去拍戲的時候 那個光一打就... 然後就... 所以真的不能亂打 對不對 不過我都不敢打 就是因為真的要 可能剛好你的臉型適合啊 或技術很好 才會打出那個樣子來 所以玻尿酸水不能打這裡啊 可以... 但是我剛剛不講嘛 要打深 對 要打深 要打在骨膜的上方 這是有技術的 對 因為我想要臉頰 臉頰也是玻尿酸嗎 也是 然後後來我就也是 因為我喜歡側睡 然後我就側睡完 鞋 隔天就變醬子 真的嗎 你找的是什麼醫生啊 對啊 哪一家要公布啊 就是真的 真的不能 它其實真的規定很... 可是我又是很隨性 誰說打玻尿酸不能睡覺 對啊 應該沒有這些 沒有...這個我要解釋一下 真的不行 你們知道喔 我們講微整好了 微整有兩個問題可以改善 一個是凹陷 對不對 一個是不夠嘛 凹陷就是不夠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太多 太多 太多比如說我們像 法令紋就是上面這一塊太多 對不對 墨紋就是這一塊太多 雙瞎巴太多 那你... 它的那種是叫做不夠對不對 不夠要填充的方式嘛 填充 對 那你填充進去以後 你當然一個禮拜之內 你不能去壓那個填充的地方 可是睡覺的時候誰知道 那你要養著睡啊 你不能趴睡啊 那睡著啊 要把頭固定住這樣睡啊 醒來就變史瑞克了 對啊 這個比較難嘛 對不對 這太危險了 我之前拍戲也是被嫌臉太瘦 然後所以我有一陣子 只要一上戲就咬衛生棉條 真的假的 都講話 他們就把衛生棉條剪成兩半 然後塞在我的嘴巴裡 所以我每天都像寒的那個包子 在講話 然後每次一拍完 就要全部把它配出來 超難過的 因為都是那個棉屑 而且衛生棉條 塞在嘴巴裡感覺還滿不舒服的 阿本她的狀況 她如果要打得量很多 那個費用是很高的耶 你知道嗎 不會讓她算一CC都一兩萬耶 你知道嗎 對啊 妳連假打下來這邊只要三CC 對不對 我舉例來說 好了 妳這邊要打三CC... 六CC 如果一CC兩萬就... 一萬塊還沒有辦法 要一萬多塊對不對 那如果好一點的兩萬塊 大概十二萬耶 妳這樣打一下 十二萬 十二萬還只是歪一點 但是她沒有保養好 沒有照顧好了 沒有照顧 這個照顧太難了 真的 而自體脂肪呢 就比較好 他們已經沒有脂肪了 那我們要先吃胖 不會啦 其實你們這樣的腿 都可以...都有脂肪的 可是我會想到 屁股的油 我跟你講 屁股的肉啊 其實比臉的肉還嫩啦 對啊 真的嗎 而且... 陽光曬啊 也... 對... 屁股是最白最漂亮的 屁股是最白最漂亮的 那把屁股的皮膚也移植 我一直去摸自己的皮膚 這樣很亂 所以用自體的脂肪去填充在這裡 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有一些玻尿酸的問題 譬如說啦 玻尿酸它維持一年左右嘛 你第二年慢慢就消掉了耶 真的嗎 對啊 玻尿酸它有時效性 像我現在就恢復正常 對喔 凹下去 那自體脂肪的話 它如果一旦穩定以後 它永遠都會在這邊 什麼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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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要胖了怎麼辦 後來會變大 又要潮起來 立文好心動喔 立文好心動喔 沒有 因為我一直以為脂肪 就是也是會慢慢的 會慢慢代謝掉這樣 它當然會吸收掉一部分 但現在醫學進步了 對 我們打的脂肪 裡面會有一些生長因子 在裡面對不對 所以它大概三個月以後 就穩定了 穩定以後就不會再消了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喔 那個打脂肪進去 皮膚會變得更亮喔 更漂亮 妳知道嗎 可是為什麼我聽過我朋友 他是打胸部 可是胸部... 對啊 一般來講大概打了... 等一下 熔乳跟這個 好像不太一樣 不一樣嗎 差不多意思 差不多意思嗎 也是要讓它大啊 也可以打鼻子啊 也可以打消防啊 對啊 用自體脂肪 對 這個是比較安全 因為它是自己的東西嘛 它沒有排斥的問題啊 好可怕 對啊 但是這樣要去哪裡拿呢 就是屁股什麼的啊 我都... 來源豐富不太好 大可能什麼地方都可以喔 所以不能用別人的 順便就瘦腰 然後又... 對... 大妹妹這樣子 不能用別人的 目前的技術是沒有辦法用別人的 以後也許可以 有男生用自體脂肪 弄胸肌 弄哪裡 弄...男生喔 男生的話就是那個... 重要部位 好...這個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 我們今天離題太遠了 真的嗎 大家都很感興趣 可是真的可以嗎 對 原來如此 變大可是正常嗎 你管太多 這是功能還正常嗎 功能沒有問題 但外觀會有點不一樣 就不是很正常 他一朵一朵的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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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更好用是不是 這是沒有想到 我們今天都不瘦 突然講到說 真...真肥要真哪裡對不對 不過也真的是啊 因為你看 女人講龍胸 就是一個好像很正常的事情 是嗎 對啊 男人應該也會想要 對不對 男子氣概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也是安全的嗎 安全的 對... 是喔 當然要找有經驗的 賀克利 第一次聽到耶 阿本 你不要再找以前的那個 再找一個 不然到時候也歪一邊 歪掉了什麼 歪一邊 不過剛剛講 我們講瘦的人喔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骨質 也會輸送對不對 對 那一定的 對啊 你們瘦的人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瘦的人反而很容易骨質疏 為什麼 這有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你瘦的人 他吸收比較差嘛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鈣要合成我們的骨骼 是不是要經由腸胃道吸收 那你吸收不夠 鈣就開始越來越少了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我們的鈣 它骨骼裡面 它是有一個細胞 不斷的合成新的骨質 那那個細胞是蛋白質 你知道細胞本身有很多蛋白質 那你一旦瘦太... 瘦到太厲害了 你蛋白質都已經被燃燒了嘛 那這個細胞本身的成長發育 就有受限 那這樣的話 它本身沒有那個功能 去合成那個鈣的骨質嘛 對不對 那所以你的骨頭就越來越薄 這樣了解嗎 所以也很容易骨折 這樣了解嗎 對... 打球是有小星星 所以覺得膝蓋怪怪的 就看他看他的聲音 沒有看他 就是覺得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那種感覺 你是打什麼 就羽毛球 羽毛球 對 這樣瘦瘦的打 不從而太好看了 對不對 羽毛球是小的 網球你才是撞撞的 很有力 你知道像立文你打羽毛球 為什麼你的肌肉會變大 做錯運動 為什麼... 我告訴你們 我們的肌肉有兩種 一種叫紅肌 一種叫白肌 我只聽過紅肉白肉 對 就是紅肉白肉 我們身上也有紅肉跟白肉 這樣聽懂嗎 我們身上有... 人的身上也有紅肉跟白肉 那紅肉負責什麼 紅肉負責那個耐力型運動 舉例來說馬拉松選手 他身上紅肉就特別多 對 那白肉負責爆發型運動 所以那個健美先生有沒有 那我就是紅肉白肉都沒有 就是歐巴 都是歐巴 就是也不運動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要 讓你的身材變漂亮 可是又不希望他肌肉變大 那你應該做什麼運動 做紅肉的運動 對吧 他應該跑步 對 就是要做耐力型運動 結果你才打羽毛球嘛 對不對 你這樣跳 這樣就是會有肌肉 對 這個就是硬肌肉的運動 是 可是耐力我就沒有耐力 我就是沒辦法持續 我都起腳 其實你就是 你騎腳到車都OK 而且我都起了很遠 我都從六張禮那邊吃到關 對... 他的運動就是對的 而且還有他滑板啊 然後 滑板是爆發力的啦 沒有...我告訴你 你要怎麼判斷爆發力 或者是耐力運動 我教你們一招 如果這個運動在一分鐘之內 就做完了 就會很痠 很累的 這種就是爆發型運動 我舉例來說 那個打壘球的打出去以後 馬上衝向一壘 對吧 那個力量 一分鐘之內就完成了嘛 白米賽跑是不是也一分鐘之內 一定會完成 這種運動就是爆發型運動 你看那些運動學者 屁股都翹翹的 胸肌都很大 對吧 對 肌肉都一塊一塊的 對 一塊一塊的 那個就是因為它是白肌 不怎麼判斷 對... 對 所以有紅肌肉比較... 對 紅肌肉比較好看 比較結實嘛 對 雲蹭 對 所以妳應該做那種 30分鐘才做完的運動 我想說有運動就OK啦 No...做錯運動 妳呢 妳不運動 我偶爾跟爸媽去爬山 爬山OK 我剛剛也還滿正的 就短30分鐘之內爬得到 但高度有 然後爬上去就會覺得很喘 很喘 妳的心臟又不好 妳不要亂... 可是就是覺得心臟不好 才要做那種心肌運動 它可以爬那種 坡度不要太陡的山 對不對 有點像走山坡路這樣就可以的 這種就OK 那游泳呢 游泳 游泳應該也是白肌嗎 游泳是白肌 游泳是白肌嗎 對...那個是爆發群眾 所以游泳應該很好 只是... 只是妳的泳裝看起來不怎麼樣 因為太瘦了吧 妳剛剛感覺到小學生 就是那個去玩水 麗玟 我教妳知道 如果妳要游泳的話 妳不要那種像比賽型的 這樣一直跑 妳就慢慢游 挖石... 這樣的話就是蠻愛的 了解... 所以不要再打羽毛球了 好... 要游泳了 好 今天非常謝謝 各位來到節目 謝謝